好,大家中午好,我是古海修禅 是今日头条,古海修禅胜天半子 那么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讲解的是 像互同互旅走强,有势能否延续上涨 对应的像紫金矿业,江西矿业,统林有势 云南矿业,西部矿业,应该怎么看 那么多维度技术分析,仅供参考 不作为买卖依据 好,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古气联动的视角 那么在连续两天,那么像铁矿是持续走强 那么对应的话呢,像罗文持续走高 像互同,它也是连续反弹两天 那么对应的话呢,互旅也是连续反弹两天 那么与之所对应的,像有四板块当中 像同旅相关的个股,能不能延续上涨 首先的话呢,咱们从指数的一个维度来去看 第一个呢,从有四板块本身 它也是呢,前面经过这样的一个深度调整 调整到144天均线附近 那么咱们前面呢,给它讲到过像 144天均线,周看强,牛熊是看强弱 那么当前的话呢,它是处于这样的节点上 那么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那么前面从有四板块本身而言 它属于技术层面,日线趋势线的一个破位 那么破位到什么程度呢?破位之后,回到144天均线附近 出现连续两天的这样的一个折返 但是对应的量能并没有明显的跟上 后面能不能走强 还要取决于它的量能,能不能持续放大 如果说量能能够持续放大 那么呢,我们才能够值得高看一线 同时呢,从技术趋势线的一个维度来看 那么要观察它向上能不能重新站在趋势线的上方 如果说能够站稳趋势线的上方 那么呢,我们才有理由进一步的乐观 反之,如果说所对应的,向上反弹 反弹的话呢,量能没有明显持续性的一个放大 同时的话呢,对应的趋势线始终不能突破 那么呢,只能把它作为破位之后,反抽来看待 反抽过之后呢,依然存在可能再一次 二次测试,二次摊底 同时呢,依旧考验前低 以及呢,144天均线的位置能保持生得住 这是有色板块指数本身 所以说呢,我们要观察 不能因为某一个因素改变 而立马形成观念的转折 我们要边走边看 那么它历史上每一次上涨的话呢 对应的无不例外 一定是价格上涨的前提 一定是资金不断的推动 有资金不断的推动 那么它才有机会高跟猛进 那么同理,如果说后面对应的走法 量能得到持续性的一个方大 那么它上方的压底也是容易突破的 如果说对应的量能 它没有像前面这样持续性的方大 而是呢,持续缩减 或者是呢,保持这样的一个低量的状态 那么呢,它反弹也很难 有持续性和高度 这是对于有市板块指数本身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个股 个股的话呢,区别去对待 例如像紫金矿业 紫金矿业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大的一个方向上面来讲 我们要知道它属于日线趋势线的一个破位 破位过之后呢 由于在这两天 它出现了一个业绩的报表 那么这个业绩报表的话呢 例如说像紫金矿业一季度归属 母公司净利润 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一点一五 至百分之一百十四点三八 好 那么就是2021年的一季度 它的一个业绩是非常亮眼的 与此同时的话呢 那么这是在3月24、25 那么在这两天的时间呢 对应的有北上资金连续的介入 所以说呢,出现了这样的反弹 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反弹 我们要从尊重技术面本身的一个描述 一方面 从15块钱的位置一度调整 第一次回持到日线趋势线附近 反弹一次 但是呢,量能没有跟上 那么没有跟上的话呢 后面再进行震荡 破位这样的趋势线 那么我们会发现在 在当前趋势线所指向的位置附近 它有一个亏损筹码的密集区 这个密集区呢 对它来讲形成一定的压制 好 同时呢 它也是回到一百十四点均线附近 再结合呢 这样一个消息面的一个公证 就是业绩的一个发布 一季度业绩发布结合呢 它的一个 向互同 反弹 那么互同反弹呢 那么个人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依然是处于 用技术的一个维度来去观之 如果说后面 它能够整个互同方向持续走强 而各国本身的量能能够持续放大 那么呢 我们可以期待 它能不能重新回到这样的趋势线上方 一旦回到趋势线上方的话呢 那么它是一个强弱关系 发生变化 反之 如果说量能没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放大 互同的话呢 冲高之后 也要防范 如果说震荡 或者是没有 持续持续强劲的一个表现 那么呢 反弹到趋势线附近 或是没有触碰 那么依旧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破位 反抽 反抽过之后呢 如果说不够强 依然呢 不排除再一次 二次探底 或者是测试 到时候呢 再考验前低 以及那114点均线的位置 好 这是纸巾矿业的一个技术性表达 那么呢 我们从交易的一个角度来讲 只是一个跟踪和应对 好 这是纸巾矿业 那么如果说 再用禅略的一个视角来观置的话呢 那么当前可以把它作为 从15块钱的位置 到9块 到9块3 对应的话呢 我们来看 它的一个底分 有没有形成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其实截止到昨天 昨天 3月26日 它对应的话呢 其实是已经 呈现的是一种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底分的一个状态 那么像这一天的话呢 它对应的是一个包含的一个关系 包含的一个关系的话呢 其实可以做一个 呃 开线的一个处理 那么对应的 可以把这两根开线呢 处理成为一根 对应的是这样的一个表达 这样的表达的话呢 那么它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呃 日线的一笔下 那么向上的话呢 从残略的一个视角来观置的话呢 只要说 它不破 底分 所指向的这样的一个 重合的一个位置 好 我们来看 那么呢 向上 期待它能不能走出向上的一笔 这是从残略的一个视角来进行表达 就是呢 可以把这个节点呢 当成一个支撑所在 最小级别的支撑所在 好 那么向上的话呢 同样 如果说反弹 对应的 还是结合像趋势线也好 结合它的两价关系也好 这是举根 这是此境框叶 那么我们再来看江西桶叶 那么江西桶叶的话呢 对应了它的一个 呃 技术表达的话呢 也是 前面的话呢 是属于 好 大级别的一个增盪 好 然后呢 冲高 构筑了一个30分钟级别的中枢 在线上走离开段 那么第一次回射中枢上演 不破 然后有一个反弹的动作 但是向上反弹的话呢 当时是属于 统里面表现比较强劲的 但是反弹的过程当中量能没有持续的一个配合 我们会发现我们把图形给放大 放大过之后呢 涨停过之后我们会发现涨停过之后第二天 缩量 第三天继续缩量 然后呢 突然上影线 那么也是呢 这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呢 也是它下跌过程当中的半分位左右 那么对应的就是就是一个 有强转弱的一个应对 应对过之后呢 再一次回射 那么当前对应的一个节点 它也是属于什么呢 它已经跌破了前面的这样的一个 30分钟中枢上演的一个位置 跌破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当前其实把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30分钟级别中枢 区间作为一个支撑区域来去看待 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当前我们会发现连续两天 它更多的还是属于量能的一个不计 就是量能是比较不足以给人信心的 那么同样的 我们在用趋势线的一个维度去观之 好 从14块07低点和低点相连 它对应的话呢 其实下方考验的还是这样的一个趋势线 支撑是否有效 只要说的补破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支撑的参考 那么上方的话呢 对应的 我们来去看 我们可以把高点和高点相连 可以呢 看它向上能不能突破这样的一个趋势压力 所以说呢 当前是属于下有撑上有压 但是呢量能不计时硬伤 如果说后面 互同走墙 它的量能够起来 那么呢 可以看它能不能突破 前面的上方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压力线 如果不能突破的话呢 那么它当前的一个结构 其实已经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下跌的一个结构当中 防范的是下跌的一个延续 就是呢 下跌延续过程当中的反抽的动作 好 那么反之 如果说对应的 再回 再回次 始终不破日线的趋势线 然后呢 再向上反弹 对应的量能方大 也突破这样的趋势线 那么呢 我们才能够 保持多一份乐观 好 这是江西同业的一个技术性表达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 同龄有色 同龄有色的话呢 那么这一支个股对应的 它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其实和 和江西同业呢 是有相似之处的 这个相似之处呢 主要体现的是 前面呢 经过一波 击涨过之后 回次 回次的话呢 它对应的也是到了30分钟中枢上沿位置附近 或持生反弹一波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反弹 它对应的和前面 上涨的量能是稍有不济 而呢 再进回次 回次的话呢 破了这样的一个中枢上沿的位置 破了中枢上沿的位置的话呢 那么这两天持续 所以说有所反 有所反抽 但是量能呢 始终是属于缩减的 既然是缩减的状态里面 那么我们同样用这样的一个公正的视角来去观测 公正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一 我们要重点去看互同反弹能不能延续 第二呢 它对应的量能不能增加 量能能够增加的话呢 高看一线量能不能增加 那么呢 依然可以把它防范的是冲高之后 再度回落 那么如果说冲高 之后呢 再进回落 依然呢考察下方的 这样的一个中枢平台 以及呢 144天均线所在的一个位置 作为一个支撑的参考 能撑得住 那么呢 不排除再一次抵抗式的下跌 再有反弹的动作 如果它抵抗不住 那么呢 它是一个延续下跌的一个走法 这是用一个强热跟踪的一个视角 量价关系的维度 结合呢 多维度公正 就是说呢 我们就要向下 看了它的一个支撑区域 向上能够看到它的压力 所在的一个参考 同时结合 互动本身的一个表现 以及呢 量价的一个关系 来进行跟踪 好 那么我们再 比如说呢 像云南同业 那么像云南同业 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其实它对应的 其实是一个 大的这样的一个中枢延伸 或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大的箱体 来去看待 那么上方的话呢 我们把高点和高点相连 这是传统视角下的一个比较 好 那么下方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低点和低点的一个相连 那么当前呢 它所对应的一个走法呢 是属于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一个大的箱体来看待 那么下方 是靠近支撑 但是呢 它当前距离下方的这样的一个前低 支撑区域呢 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距离 而且呢 近期是属于持有无量的状态 那么所以说呢 当前属于偏弱势的一种表达 好 同时的话呢 像云南同业这样的 个股 我们再细化一点 细化一点的话呢 那么前面上涨 然后呢 经过连续的一个回刺 那么当前的话 它是走一个 更小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什么结构呢 例如说我们把高点和高点相连 然后呢 低点和低点相连 它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斜箱下的通道之内 既然是斜箱下的通道之内的话呢 那么什么 就是价格 它一定是沿着主力方向最小的 最小的方向的进行运动 那么如果说 想改变这种运动 需要有外部能量的一个加持 所谓外部能量呢 指的就是量能 如果说向上 一根中央大阳线 突破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压力线 突破过之后的话呢 后面的量能得以维持 那么呢 它可能会改变 原先的这样下跌结构 那么同时也是结合 像互同 如果说指挥走墙 量能得到提升 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一幕 才能够有一个乐观的走法 如果说对应的反弹 还是没有量 那么呢 从高到趋势压力线附近的位置 始终上不去 那么防范呢 是再度延续这样的一个弱势 震荡的走法 那么同时结合均线的一个视角的话 那么当前 五十三一百四四 都成为它的一个压力所在 所以说呢 像这类个股想要转势 它需要呢 不是需要温和方量了 而是需要呢 有明显的量能这样的一个加持 然后呢 突破 一一向上突破 最好能够有这种一扬穿三线的一个走法 后面的话呢 哎 均线有压力转化为支撑 那么它才有可能高看一线 就是我们用这样的视角去跟踪 不能见到一点点红色 然后呢 自己就要盲目的去冲进去 去补仓 去加乘 我觉得不可取 还是要观察它的一个强弱关系 有没有转变 好 这是云南同意 那么再比如说呢 像西部矿业 好 西部矿业的话呢 对应的大的一个方向上面来讲 挥踩到144点均线附近 同时呢 我们把它进去低点和低点的相连 它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下野 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去支撑线 那么这样的一个支撑线只要不破 可以期待它有一个反弹的动作 那么反弹动作的话 我们来看 前面从19块8毛6的位置一路下跌 这个位置呢 勾住了一个小的平台 然后呢 再一次下跌 那么在这个平台 所指向的位置呢 在列数呢 在14元附近它是有明显的压力的 如果反弹不能突破 那么不排除再一次来考验下方这样的直升 好 这是云 这是西部矿业 同时的话呢 在上方它又有这样的一个掏脑出马密集域 所以说呢 这类个股呢 它很难一蹴而就的上涨 所以还是用跟踪的视角 观察的视角 所以说呢 我们 就说呢 只要说做好 及时的跟踪 做好 及时的应对 任它东南西北风 涨跌 不要去主观的去猜 也不要去遐想 而是呢 它如果说 对应的做法 是属于多维度公正向好 然后呢 量价关系是属于向健康的方向去发展的 那么呢 我们高看一线 然后呢 支撑 是不是逐渐的在增强 那么像这种表达的话呢 例如说 它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更加的稳妥呢 例如说在这个位置 来冲高一下 回次 在这多阵阵阵 始终不破114点均线 同时呢 不破 前面 这样的一个低点和低点相连 12元附近这样的支撑 然而 形成一定的 充满米区域 而后的话呢 再出现这样的一个中阳 一阳穿三线 一阳穿两线的这个走法 而后的话呢 量能方大 如果说呢 再有互同方向的公正 那么可能后面呢 才能有更好的一个期待 更好的期待的话呢 还是要看观察量价关系 是否持续配合 好 这是西部 矿业 另外呢 因为这两天发现的粉丝 关注或者是咨询的比较多 那么今天呢 专门出这样的一个专题视频 给他讲一下 应该怎么去分析 怎么去看待 好 还有一个呢 先列入像 额尔多斯 好 那么像智力个股对应的话呢 它是属于 大的方向上面来讲 我们来看 它从26块3毛5的位置回射反弹 其实这个位置可以把它作为景线位 景线位对应的话呢 这是18块G毛7 它是有明显的压力所在的 当前呢 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量能不济下跌的状态 那么下方支撑的话呢 对应的我们可以把它的一个平台 写向上的平台 好 我们来地点和地点相连 然后呢 这样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再进相连 那么它所对应的 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区间呢 作为一个平台 作为一个支撑区域去看 所以说呢 像这种类型的个股的技术走法 那么呢 上方景线位是有压制的 那么下方的话呢 也是靠近支撑的 但是呢 绿支撑还有点距离 关键是量能是持续缩减的 量能缩减的状态之下呢 你是不能有太高的期待 那么同时也要防范 冲高之后 景线位附近 那么的承压 而且当前呢 它连五天均线也没有站上 所以说呢 还是保持一份谨慎 如果说 哪怕是冲高一下量能 不能得以为继 依然有概率呢 再一次向下探底 然后呢 考验下方的这样的支撑区域 好 这是咱们今天呢 结合 互同的走法 再结合呢 技术的一个多维度 进行分析 以及量价关系 来进行分钟 好 那么只作为参考 不作为买卖依据 然后呢 修缠再一次 声明 就说呢 有粉丝反映 有人以修 国海修缠的名义 私家好友 推荐各类 产品 各类金融衍生品 以上呢 都是冒充 国海修缠 国海修缠呢 从不主动添加任何人好友 也没有公众号 国海修缠的没有助理 也没有 微博大V 国海修缠的不推荐过股 不推荐任何理财产品 或金融衍生产品 所有的分享 仅代表个人的观察视角 不做投资建议 不做买卖依据 国海修缠呢 将继续 努力为大家分享 更系统的技术方法 思维经验 好 希望呢 粉丝朋友能够 尊重原创 同时的话呢 能够在这样的分享当中 保持独立思考 能够让自己不断的 取得进步 我们一起成长 好 我是 国海修缠 盛天班子 那么只需要在今日头条 或者是西瓜视频搜索 国海修缠 盛天班子 就能够第一时间 找到修缠 第一时间观察修缠的动弹 好 再见